我看这个,这个是,应该是把你们安国堂给送出去的时候了 要不会干扰那个人 真的,还不敢讲真心话 我们谢谢安国堂,下次还玩 下次还玩 下次还玩 安国堂 是这样的,那个父亲大人 因为我可能是真的要出专辑 我还要再出专辑 需要你再帮我 好不好 谢谢父亲大人 谢谢安国堂 我下次可以握冰球礼 然后专幕需要 谢谢安国堂 谢谢苏先生 大哥,谁想看 假如真的要选 你还是有一个感觉 你当时看到我们大嫂珍珍的时候一眼就说 你是我的女人 然后她等那么多年娶人家回家 你的直觉是很准的 那四个型都不一样 你如果帮六子先选 帮儿子选会选哪个感觉 你们呢 有空到我家来一趟 还是不讲 还是不讲 您是接着密门 嗯 可是不熟 不熟 对 就选她了 你喜欢这样的媳妇 假设的话 你是白白 乖乖的 你可以看出来 刘导演大家喜欢什么型的 乖乖的 然后她心里面想什么型的 是在自己的媳妇就引射到很多的很多的感觉 对 你这样了解了吗 对 给我扣帽子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听听唱歌这么多年 我想电视机前面有很多我们的中年朋友 中年男人 你们要知道 刘导演唱歌 天下最轻松的有她唱歌的方式 像呼吸一样 对 大哥 今天你要教教 我们也在外面也是唱唱KTV点 也是唱唱平安都罢了对不对 皮特对不对 我歌唱的怎么样 非常非常好 非常好 她的表情揍她 一嘴发言 你是她老板 她哪里感受不好 我就讲假的 我们问一下 怎么样唱歌会像你 真的唱歌很有魅力 又很轻松 丢心唱 不要想到唱 这个太这个太那个了 抓不到 不是我跟你讲 来来来我准备她的歌词了 来麦空给我 大哥 就是这首歌 我一直想学 好 你听听我唱 对不对 好 来伟中哥带来这首《月满西楼》 真是 花开 时候 如 誓言之 出头 爱 花起 带 迎亲 相守 莫让花儿 半小搜 好 好 好有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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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讲 刘大远人唱歌 你都不知道 又轻松 又很 很 而且好像在跟你讲故事 我能唱嘛 好像在跟你讲故事 他说我能唱嘛 你不要这样淡淡续续的 你唱过 我记得你唱歌就想唱 你唱到我们听听看 我唱 我唱 你自己看 你看他唱歌有多帅 来 就这首 好 敬顺你 这种是 花开心风 露似烟子出头 用心唱 爱花前 隐情相守 莫让花儿 流走 太值得了 对 你们导演台湾已经封麦了耶 对啊 好好听哦 佳姨有什么问题要问 我比较想问的是 导演创作的灵感的问题 就 感觉您就是随时都可以 信手拈来就是一首歌 是 这是一个习惯吗 就是 我只懂这一件事情 这一生当中 其他的事情都处理不好 只有在音乐方面 就比较 有那么一点点天分 而且是让你快乐的事情 也不是快乐 我就是 坐着就要 就要斜了 看到 在飞机上看到云啊什么 它会有个melody出来 刘岛的音乐鬼才 绝非浪得虚名 现在我们就让她 与创作新人许佳莹 来个歌词填控随堂考 刘岛的考题 是徐佳莹 在第二张专辑中的 创作歌曲《极限》 而徐佳莹必须为 刘岛的爱人不见了 填上新词 赋予不同的意境 导演 导演不好意思 这个是佳莹 她的歌 叫做《极限》 那么你稍微浏览一下 然后这边有空格的部分呢 麻烦你给人家填上 好 几个字会怎么填 佳莹 这是导演的歌 佳莹 好期待 这个呢 好耗识哦 这个是 刘岛的演唱会上面呢 子谦唱了这首歌 谁也不知道 这首歌好好听 我心在燃烧 好了可以了 可以了 干啥 太多 太多了 好 那我们呢 马上就请导演 跟佳莹呢 好 及时三十秒 及时三 二 不是 皮特 来音乐快点 三十秒开始 来 三十秒 好 留到正笔即输 还剩下十五秒 太容易了 填不完也没关系 对 告诉你们 不是这么容易的事情 刘岛上个厕所 就可以写一首歌 好 好 还有五秒 四秒 三秒 两秒 一秒 停 哎呀 这个精彩 这个电光火石之间呢 刘岛已经把这首歌 填完了 三个字 各位 不疾不虚 字字清楚 掌声鼓励一下 哇 这太厉害了 这个极限的歌词 在刘岛的这个手 润过之后呢 会不会有什么样新的火花 拉拉 请您将您的歌 唱出来了 是的 是的 我们现在先来听听许佳颖极限的原版歌词 《我的极限》 《我的极限》 《就到这里》 《就算永远不能痊愈》 《太害怕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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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极限》 《就到这里》 《就算痛苦坚持到底》 《太害怕黑夜》 《所以我就走进梦里》 好好听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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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听不理到耶 而且很合理 非常合理 好 哎呀 我觉得我的很害羞 大哥 好好听哦 再看看你的歌词它怎么填 好 原来的歌词 《爱人不见了》 《人情爱的火》 《也看出了情能秒》 《没有人知道》 《我心破碎了》 《夜里不能念》 《得偷喵喵去不知不笑》 《是谁破碎了我的梦》 《也带走我的笑》 《当我时刻在祈祷》 这首好听的歌曲 徐佳寅会为她带来什么新意境呢 谁也不知道火星在燃烧 燃烧的火也开出了 《吊钟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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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放红豆的一种日本点心》 《吊钟烧》 《因为他对吃的没有人知道》 《我心破碎了》 《夜里怎么样》 《夜里》 《罵罵罵罵》 《小孩儿就怕罵罵罵罵罵》 《罵罵罵罵》 《罵罵罵》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你肚子饿了吗?你也要吃到的》 《小孩就哭》 《生生苗苗》 《生生苗苗》 《不知不小》 《破碎了》 《大云饱》 《你全都吃了你抽牙子》 《我都吃的》 《要抽杂大云饱》 《都是吃的》 《吃不到就妈妈耗了》 《我给你讲啊》 《大哥你先能唱吗》 《那里去寻找》 《好好听哦》 《燃起爱的火》 《燃起爱的火》 《大队下面一定要唱》 《《吊钟烧》 《别开出了》 《吊钟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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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人在那儿》 《每个人在那儿》 《每个人在这些》 《我心破碎了》 《拉一个人来》 《这是什么》 《夜里骂骂号》 《这里骂骂号》 《我习惯》 《奔奔喵喵喵气不知不笑》 《是谁破碎了大汗》 《我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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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成不起力》 《二》 《大格一世一名被破坏成这个样子》 《大冥》 《准备》 《塑鲁》 《习惯》 《你许到病》 《其は正好》 《这游戏》 《两代之言想法完全不一样》 《我们看看会你怎么写的》 《快速解释一下》 《要不要做好吃的》 《人体爱的火》 《也开出了大花包》 《大花包》 《好》 《没有人知道我心破碎了》 《夜里鬼打墙》 是谁破碎了我的梦 这个有 这是会你的 不错 时间真的完了 导演累了 最后导演其实帮我们 我们一家访问人 帮我们家里做了一首歌 多荣幸 很简单 刘岛不愧是鬼才 这首线给节目的歌 其实是他在来录影的车程上 短短20分钟的即兴创作 现在就让大家来听听 这首刘大师的最新作品吧 这首歌 带给观众 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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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灰心的笑 刘家昌 70年代纵横演艺圈的风云人物 创作出许多筷智人口的流行歌曲 更红红无数超级巨星 他的外表虽给人外事不公的感觉 但他对妻子的吃 儿子的爱 还有个性中不服输的坚韧性格 不得不令人佩服 看那些拍电影 那时候拍电影还得了 然后有个人这样弯的背啊这样出来 指挥若定 声音很大 很嚣张很帅 刘导演 拍摆水衣风 这样说起来都快40年 可是他还是很有魅力 没有 可是你维东哥口中讲的刘导演 跟现在我们看到他好像不太一样 他是 你看这一生 你看他有时候 你们会看在报纸上他骂政治干嘛 他一生是很 说好听多彩多姿吧 说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他也多彩多难 然后很丰富 然后也很嚣张 自由自己的主张等等等等 跟人看这一次他为了刘子谦 你看这次回来 要讲话 要对媒体说话 人态度变得很柔软 然后尽量解释 还是有点霸气 很像个老狮子 老狮子回来 周静听到讲爸爸快哭了 我有一点 就是老狮子要保护孩子 是不一样 我哥 如果有一天你女儿说 我要走演艺圈 然后我要去拍 写真 清凉写真集 你会挺她吗 你以为孩子真的管得到吗 管得了吗 真的你会不会挺她 不是你会不会挺她 因为你在演艺圈也是 你会用你的方式帮她呢 对啊 就像刘导演一样 我能跟她讲说 你看我女儿的胸部多漂亮 能讲得出口吗 好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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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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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